今天要去看房子 那我現在這裡是我所在的跨區停車服務 全台灣可以選五個停車場 任你選 然後任你停 五個停車場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喔 全台灣都有你可以桃園選兩個台北選兩個台中選一個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一起來當贊助商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去看一個屋主的分享 他的房子在龜山A7重畫區 好像也是知名建商軍藝建設蓋的房子 他在我們桃園這邊都蓋的是古典巴洛克斯建築 現場怎麼樣龜山那邊怎麼樣 我們實際要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Let's go 來囉 到了到了到了 外面風好大 我們這樣看好了 那裡好像就是 所謂的郵政物流園區 就在那裡 好幾棟有郵局那個顏色的物流園區 那這一條 叫做文桃路 我們先走去 喔 喔 為什麼這麼大 大家有沒有看到前面那個尖尖的 其實我還沒有到那裡 我猜應該是那一棟 因為軍藝很喜歡蓋這種 叫古典式巴洛克斯建築 那跟周圍的這些房子 看起來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邊就是比較單調 就是它的立面都是平的 但是那邊 你看光是它的 這個層次就比較多 那我們直接到現場跟屋主聯絡一下 到了到了 真的是這一間 大家從這個 表面這個大廳門廳這邊可以看到 巴洛克斯建築還有那個柱子 全部是花崗石下去打造的喔 我們的屋主小屋 好像去御洞回來是不是 這個是軍藝在這邊的一個案子 一個社區 那他在這邊總共有幾個社區 有幾個案子在這邊 三個 這是第一棋就對了 你已經搬進去住了嗎 兩個月 好喔 那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嗎 好那我們就走了 進來了 一層三屋 你這是什麼房型 這個是三房 三房喔 三房兩位 喔 所以進來就有一個 落層區 對不對 當時這個應該要找設計師來幫忙規劃 對這邊是有規劃 然後這邊 本來是要讓他陷下去 因為想做去了 喔 想做個落層區 但是我還是做很平的 因為讓少計機器人可以 喔 喔這也是一個巧思 就是說假設你做線下去或者是突出來 掃地機器人去可能不方便 這個門 是 軍藝本來就配這個 對 然後這個也是嗎 DOMA的 瑞士的 所以這是軍藝配的門鎖就對了 電子鎖 那你進來以後你這邊做了一整 牌的系統櫃 這個是放鑰匙的跟鞋櫃 對 這塊的時候 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那個 餐廳等一下會看到有一個 餐廳櫃 同一塊 對同一塊 剩下的食材 但是 老婆怎麼可能只有需要這麼一點點 上面還有 上面是他的 不要把他的秘密打開 他只有一排 你大概只有一排 電箱在這裡 這邊就是他的電箱 這是老婆的設計 這個是老婆設計 希望有個 出門前 出門的一個 西征大阪一下 對不對 那我剛進來以後我發現 你們的廚房直接就在這個的旁邊 大門的旁邊 所以那個時候因為廚房在這裡 所以我就不希望這個 這一塊 太大 因為我怕走過來這邊 然後就直接 所以往內縮一點 說到他大概縮了三四十公分左右的一個空間 到這一道牆 所以進來以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哇 真的 非常的有質感的感覺 然後顏色是 屬於這種暖色調 然後連這個牆板也全部都是 這烤漆的 我們這邊有設計 這邊專門是放 ISEN吸塵器的一個空間 特別設計師幫你設計這一塊 可以放 設計說 這邊放ISEN 這邊放 烏衣櫃 要外出的時候的外套 就放這邊 我自己蠻需要的 你自己蠻需要 你自己蠻需要 要外出的時候 不然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都丟在沙發上面 就亂七八糟 我們以前就是在家裡都是這樣 所以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是最 就是整個 房子的靈魂呢 就是這一個 花很多心思對不對 外觀應該算是老婆設計 顏色非常的協調 你看這個牆壁 這感覺不是一般的白色 這有一點點乳色 那這邊你剛講說 就是跟那邊那個鞋櫃 是同一塊 他就整個弄到這邊 這應該是屬於石英石 它的 水磨石 水磨石 就是學校地板掌用的 磨石子地 然後把它弄下來變成一塊 它的硬度比較硬是不是 對 比較好保養 比較好保養 喔 然後這個手把 這是系統貴嗎 對 這是老婆挑的手把 它跟現場的燈光 還有這些牆面 背景非常的協調 有一點奶茶色 然後地板也是 那這個 這個又是什麼 這是全熱交換機 LIFEGEAR全熱交換機 那這個是 你後來自己裝的嗎 沒有 是建商一開始就付 建商一開始就配全熱 這個不便宜耶 因為一開始就配這個 然後 這個全部是木工的烤漆 對 這一塊是木工烤漆 整個是 那這邊就沒有櫃子嗎 這好像一個門 這個是廁所是不是 沒有 這邊是 置物空間 你這邊還有一個置物空間 所以你收納做了很多 對 這邊本來是 凹進去沒有東西 空空空 設計師想要 設計師 想要這邊一個 收納 跟電視牆平起 這裡本來有 有凹進去一塊 然後他就把它做一個 外推 然後 弄一個空間 讓這邊可以變成收納空間 那原則上 應該一般人 這邊是做一個直角 應該是走過來 走到裡面 然後 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他就做這個空間 讓你可以 放這個 外出的衣服 跟這個 Dyson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個客廳 配色只要配得好 整個氛圍都出來了 反正你們沒有做什麼電視櫃 你就做一個下櫃 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這邊就沒做 就只有放個電視 電視買大台就好了 這個整個看起來就 很有氣勢 那我們坐下來 這個貓抓皮的這個 沙發也是後來 跟老婆一起挑的嗎 顏色很協調 你看喔 牆壁跟這個貓抓皮的沙發 還有 天花板的 這個燈光的顏色 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協調 那這個看 看出去它是什麼樣子的景 喔 喔 這個可以調整上下的 所以那邊有一個像幼稚園的是不是 是幼兒園嗎 文青國小 這是學校 所以你們這旁邊就是學校 太棒了 然後那邊又有一個湖 所以你們這邊未來可能會規劃成一整區學校跟公園的感覺 只有這一棟 比較近這一棟有可能規劃 那邊遠的 好像是公有地 好像不太能規劃 這邊是私人的 所以這邊可能會蓋房子 可是這一塊不大 對 這一塊不大 所以它可能不一定會蓋得高 所以這樣 你這邊看出去還是有很遠的一個動具 目前蠻強的 所以這個還不錯 你可以調整你 只遮太陽照下來的地方 然後這個整個看過去就是這樣子 客餐廳 所以你餐廳是 等於說在這邊吃飯嗎 對我們都在這邊吃飯 都在這邊吃飯 這個茶器是我自己 動手做的 你自己做的 親愛的 那怎麼樣 生醬茶器可以蓋起來 喔 吃飯的時候可能要蓋 那你怎麼做這個東西 請木工幫你鎖嗎 還是 這是自己去找這個五金 五金然後自己做 對 你可以來賣這個 我也是很想賣 然後這塊的特色是 很多這種 生醬茶器它沒有這一片 所以它翻起來以後 這邊是空空的 會看到裡面放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蓋了一片 然後另外 做成抽屜 這個抽屜 算是跟別人比 你也太有才了吧 這些東西 那你有怎麼會有這些工具去裁切這些東西 就是 因為要裝潢這邊的時候 我就 看我小星星哥的影片 然後很怕有問題 難怪你不需要出 你不需要那個餐桌 你這個就是餐桌啊 我就 因為怕有問題 所以我就去研究一下 這些東西 太酷了 廚房還沒看 我們來看一下廚房好了 這個廚房在這裡 開個燈 這個是標準的一字形的廚房 三菱的這一台放下去剛剛好 然後 沒有配明火 這是社區本來就這樣嗎 還是你們換的 你們後來自己加價再換 這個 這個也是嗎 這個是原始標配嗎 也是換過 哎呦 這個感覺花了不少錢 然後 這個除下型的 這個也是 也是換的 所以 後來就是這些配備又 整個又升級了 後陽台我看有沒有衣服 有一些衣服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子 稍微的看一下 大概就是三房的後陽台 那他對的是對到隔壁洞 所以他後陽台的部分就是 比較不會有風吹沙 有一些是直接開放式 有風吹沙 這隱藏起來 看一下 這樣子 來 進來 這是客房 就客房 兩間客房都在這邊 好 那所以廁所應該也在這裡 對不對 對廁所這個是廁所 來我們看一下廁所多大 進來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他有對外窗 那邊有對外窗 就是剛剛後陽台的地方 然後整個大小是這樣 三建築的 TOTO的 衛浴 然後這間是客房 這邊就變成 老婆跟一間 老婆跟一間 不要亂開 不要亂開 你的只有這裡 對 你本來是 你現在是不是有這三個 對 過沒多久只剩這兩個 不會啊 再過一段時間只剩這一個 老婆是開放式的 我們不用拍得那麼清楚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他的梳妝台 誰曾搭板就在那邊 環境非常好 看出去 景色宜人 這樣 那這間完全是老婆設計的 這間是他設計的 顏色的挑選 系統櫃顏色挑選 板材的挑選 板材的話 其實就沒有 板材是挑他挑的沒錯 當然是經過那個 設計師的 對 好 所以這個拉門也是後來才改的 本來 建商不是這個門 本來的門 其實是在這片牆壁 所以你有改門的部分 有移動 就是設計師想到的辦法 因為我們一開始 我們一開始沒有想過的時候要把門移過來 就覺得很難用 因為你看這邊如果 門在這裡 然後他這樣翻開的話 這邊櫃子就變成你要往 就沒辦法左右啦 因為你們想要左邊右邊都有櫃子 應該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改 等於說 比較好 然後這一間又是另外一個 這屬於次卧 這現在是寵物 是貓對不對 寵物在用 貓嗎 我看有那個跳台 真的喔 所以 你在這邊做一個 他會排風 不是說有那個 循環的功能 沒有 現在都先放這裡啦 設備都很 也是要 也是要做為我們的小房間 現在先給寵物 未來可能小朋友的房間 OK 這個是原裝的嗎 這個是 這個也是感謝那個木工 木工 烤成這個顏色 所以假設沒有 他應該是深色的木頭色 那就很奇怪了 但是你看這個顏色跟這個門框 還有這個很搭 很有美感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了兩間房間 接下來是主臥室 主臥室就是 應該才剛新婚吧 剛結婚 所以應該 該收的東西都收了 都收了 所以一開門的時候 剛有個燈條打開 所以這邊有一個燈條 這地方 那其實這邊 這邊其實也是設計很多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買房的時候 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它的冷氣的管線 整個房間 全部 全市的冷氣管線都從這底下出去 喔 從這邊出去 在下面嘛 現在很多新案都從下面走 因為這樣外面才不會看到那些管子 那我原本一開始就想說整整個槍把它遮起來 可是這樣實在太浪費工錢 所以那個 木工 木工 幫我們設計說這邊一個櫃子 然後 你現在 你這是吊影式冷氣 從上面 所以它主機在這裡 它的管線就從這個地方往下延伸到這邊 然後從這邊走進去 對 這樣遮起來感覺這就是一個櫃子 對 然後 我自己書桌 我自己在動工 現在你還要自己做 做自己的木工 做你用你自己的 然後做自己的電腦桌 你真的可以當工作坊 因為我要求有時候麻煩 自己弄 才有辦法完全符合自己需求 那我把燈擋開看看 貓在架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台 冷氣 主機 在這裡 所以它這邊會降大概40公分左右 這個地方比較 比較低 然後這邊就是 平丁 那它這邊看出去應該就跟 客廳那個 是一樣的 的一個景觀 就是那個文青國小 然後看過來整個是這樣 這個顏色真的很溫馨 就會讓你很安定的感覺 然後房間裡面也沒做太多的櫃子 對 只有這一罐 這是酒嗎 抓頭髮 我老婆是設計師 你老婆是設計師 髮型設計師 他配色 配色 那這個是 裡面的暖風機 那我們看一下 衛浴 這是一個 三建築的 然後配一個浴缸 也有對外窗 哦 享受一層不染的絕佳品質哦 台灣總代理 旺德電通 真的來到這個房子 房間裡面感覺就來到奶茶空間 有一種奶香味 住在這裡感覺就很舒服 這個顏色 哇 你連衣服都是奶茶色 你到底有多愛奶茶啊 我們剛剛聽了我們小吳分享他這個房子的整個裝潢還有整個格局啦 這房子就是 他少了一個前陽台對不對 他只有後面的工作陽台 沒有 就是只有一個陽台就對了 大概跟我的房子就差一個陽台 所以他的房型跟我的房子蠻接近的 那我們 好好來問一下 這個我們小吳 你本身本來住哪裡 我本來住 土城 那怎麼會想搬來這裡 一方面是公共的關係 不是婆媳問題 價錢的關係 那邊很貴哦 你說的是土城那個 金城路那個重化區 那邊現在很貴哦 那你是什麼時候買這個房子 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三年前 還沒漲的時候 這一定 很驚豔的價格 當時買這個一瓶大概多少錢 28萬多 28萬多 剛差不多算了一下 總價1300左右 因為這個大概389坪的房子 然後再加一個車位 大概1300左右 現在是買不到 但是之前是這個價格 可以再做時光機會去過去 那時候沒買的人 現在旁邊都很貴 都四五十萬 新的都很貴 那你當時就是因為 那邊比較貴 然後工作的關係 然後就選擇這邊 當時有考慮其他重化區嗎 或者其他的區 沒有當時就考慮 A7 然後有去看過一些其他 建案 還有對面的金剛 那怎麼會選這個呢 因為覺得他們 工法比較紮實 工法比較紮實 他光是設計就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 這個軍藝呢 他在我們 中路也有 從外觀看 就知道他是軍藝的房子 你這一區 你就這一洞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他的風格不是 他的外觀 外觀 你不喜歡這個風格啊 我不喜歡他外面 你可以幫 那這個 外觀見見智啦 但是房子的部分 而且地點好像不錯 旁邊是學校 而且對面好像還有一個什麼物流園區 那個 那個郵政物流園區 新的 這個未來這邊好像會有蠻多的公司 還有蠻多工作機會進駐的 希望 希望 那小吳已經住了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這個區域有沒有什麼 你 幾個最 你覺得最 你住在這裡兩個月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優點 喔 因為這邊 那個一開始剛搬來的時候 還沒搬來的時候 這邊外面是非常空洋 你是說野狗比人多那個時代 現在已經不一樣 大樓都蓋起來了 最近有 Saven 現在Saven已經進來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生活機能也不錯 現在 生活機能慢慢的越來越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住童話區 一開始真的什麼屁都沒有 對 現在慢慢 我們那邊現在多少人想要 好棒啊 你這裡怎麼樣 過一段時間又不一樣 我每次來歸山A7童話區 從第1次 第2次到現在都第N次 每一次來都不一樣 這個就從話區讓你感覺有在進步的感覺 技能越來越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 還有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我們這個社區 剛好旁邊有一個 公有地 公有地 我覺得這樣很舒服 因為我一方面也不喜歡太極的 你不喜歡太極 對 所以你意思是說旁邊有公有地 就比較不會蓋得這麼密 對 這個地方它的 可能律腹地 因為 從話區的優點就是 它的律腹率 就是會比一般老區高 可能走幾步路就會有一個 小公園 走幾步路又有一個大公園 又有一個公共設施 有一些政府機關 大概是 重劃區的特色 然後人情到未來會越來越完整 現在可能都還在蓋 所以 不是說這麼的 那麼的完美 但是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 像我們那邊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你覺得這邊 整個 不會這麼 雍舍 感覺比較好 到新莊 到新北很快 又有捷運 到新莊新北 直接溜下去就到 你說青山路 對不對 然後走國道的話 也是溜下去就到 所以 它離台北市很近的 應該是離台北市 這是最近的桃園吧 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 當然就是你剛才講的捷運 捷運 捷運是它的一個很大的賣點 每一個建案都在講捷運 你這裡走到捷運要多久 走的話 可能要 15分鐘 15分鐘左右 但是因為這邊騎腳踏車 有U-bike 沒有U-bike 但是我們自己有講 你自己有講 其實很方便 騎摩托車也OK 這個就是 捷運的部分也是這一區的主要的一個特色的賣點之一 那這邊可能因為 因為附近有科技園區 然後有那個 大學 體育大學 然後有長庚 好像護理學院還是什麼 然後還有 那個 醫院 長庚醫院 所以這邊 我覺得他們 附近居民的數值 好像都很高 我還以為你要說學生妹比較多 所以這邊的 你覺得這邊的數值還不錯 住在這邊 所以優點差不多這些 那這個地方 其實也不是 大家 不是只有我們 要買的人關注而已 像小屋 原本要買房子的人肯定會關注各大 重劃區或者各個區域 但是有一群人 就是覺得這個地方 一定有很多缺點 所以 每次來都先把優點 直接就跳過 直接看缺點 有沒有什麼缺點 或可以改善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 我剛才說的 下面比較 通況 這也是一個缺點 他們就注定附近 可能比較不會有大賣場 喔 你想要有大賣場 什麼樣子的大賣場 就可能佳樂福 佳樂福沒有 不是啊 你們不是有一個什麼佳樂福在 文青店還是哪裡 那個就比較 相對小 它是Express 有一點佳樂福快樂夠那種 比較小的 所以你希望說是有那種大型的賣場 就對了 這個好像 最近的應該是到桃園 金國路那邊去了 最近的好像是林口 林口有佳樂福 他還有三井凹類 這樣子會很遠嗎 這兩站 而且你還可以坐捷運去 要開車 OK 對佳樂福再往後面一點 有一間佳樂福 林口後面 好 那沒有這個佳樂福大賣場 以外 還有其他的缺點 就是這邊一樓的規劃 我覺得他的 一樓的那種商用房型 好像有點太小了 你說店面是不是 店面太小 導致可能有些7-7 或者一些 進不來 全聯什麼 沒辦法進 但是有些人不希望說他家 他隔壁那一棟 那個社區有就好 他們社區不要有 我們現在都有點吃金剛的豆腐 金剛是對面的社區 OK 就是有些人他希望他的社區比較單純 然後不要一些電 有的沒有很雜 有的7-724小時叮咚叮咚 住在上面的人受不了 乾脆對面有開就好 我們這裡不要開 這也不一定是缺點 有些人搞不好覺得是優點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用 目前就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那我來問看看 這個地方 早上塞車 人家說歸山A7總化區就塞車的獨立 林口交流道大塞車 要去台北上班不行 我目前是感覺好像還好 你還好 因為你沒有在台北上班 可是 以前我在土城去上班 好像比這邊 以我之地的感覺比較塞 你覺得土城還比這邊塞 可能是我的方向 喔 對對對 每個人的他的習慣不一樣 而且他的 地緣的關係不一樣 你需要去台北上班嗎 我是到新莊上班 到新莊溜下去就到了 更快 塗層的時候 喔塗層 那現在在這邊上班 現在在桃園上班 你在桃園上班 所以你不需要去台北 所以這個塞車 我還是蠻常跑台北 好像沒有 沒有想像中這麼塞 對 因為網路上就是講說 這個地方簡直就是全台灣最毒的地方 整個塞在那邊 但是你的感覺是沒有這樣的 早上上 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那個時候塞 沒有土城那時候塞 蠻確定 土城那時候有 有中和 然後又有那個 土城工業區 那一整區其實車流量非常大 我知道 常常塞在那裡 但是 林口交流道 早上其實也蠻塞的 因為那這邊有 華雅科學園區 又有林口長庚醫院 這也是塞 但是你覺得 往下跑 往下跑 都是 溜下去 溜下去就到了 好那我來想看看 捷運也有 然後 學校 教育資源 現在還在蓋 所以現在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學區就沒有 對不對 現在文青 據我所知好像是 要在旁邊借教 要在外面的學校借教 他們好像只有幼稚園 還是一年級 但是現在已經規劃在運作 在蓋 還在蓋 未來會越來越完整 醫院也有 長庚醫院 大學城也有 然後捷運也有 高速公路也有 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可以拿出來講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討論 在下面留言 那剛剛聽了 我們小吳分享他 這個買房的心得 還有一個缺點分享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小吳你講真心話 讓對 A7重劃區 或者是我們 邱比特社區有興趣的好朋友 不會冒險 買錯房 所以小吳你在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兩三年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一樣就是來這邊工作 來討論這邊工作 你依舊選擇 我們歸上A7重劃區 這個邱比特社區嗎 還是會選擇 還是會選擇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覺得 還是有點選太快 最近還有很多 新的建案 我還沒有看過 覺得 選得太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多比較 對不對 這意思 我可能只有比較到 三家 那你是 你跟你老婆結婚 你比較了很多 所以 既然選了 既來之則安之 這個房子 肯定是最適合你的房子 不要想太多了 也來不及了 現在都長起來 我們今天感謝 我們小吳分享他的這個 房子的整個設計 還有裝潢 我真的覺得這個顏色 最近很常看到 你這裡如果在 滑幾個黑色的 黑色的那個 圈圈在那邊 真的很像珍珠奶茶 我們感謝小吳的分享 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也想來分享的 裝潢心得 或者是買房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 一起支持真心話 感謝小吳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 不冒險 標配之外 顯液菌功能喔 每個小時 無念 全 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